詞曲 李宗盛 這部片它講的是一個女性的情感歷程 那當然也是她自我成長的歷程 第一次寫長片 我當然還是會以自己的成長歷程 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是想要寫 我跟我阿公之間的故事 導演在談論她阿公的時候 她的眼神裡面 她自然而然有流露出一種 對親人的思念也好 但是更多的是我以我阿公為傲 那種眼神發光的態度 這個能量它是會感染到身為演員的我 我很喜歡這部片的復標 我覺得如果愛有天意 希望可以帶我們找到更好的自己 那我很喜歡這部片是因為 它讓我們在時代的洪流裡面 讓我們回想自己的祖先是 怎麼走過他的青春歲月甚至到老去 至少知道他們都在看顧著我們 然後祝福著我們 對我覺得這點就很棒很足夠了 全天上帝這尊神像是我阿公的信仰 可是我阿公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到嘉義火車站前面 就開了一家旅店 我阿公開了這家旅店 其實他的旅館印並不是太好 在1930年代旅館就開在那裡 剛開沒多久就遇到地震 好不容易借了錢又重蓋 又遇到美軍空襲 所以他一輩子又在重新 從零開始 阿公要去哪裡找一下 你的財政很帥 你去找一下 一定行的帥 玄天上帝其實 他代表的是一個家族的 安定的力量 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精神上的力量 掛香的這場戲 我們想要回歸到一個紀錄的方式去看待 記得那時候是真的是玄天上帝生日的時候 老師他也把他家的玄天上帝拿給一層 在車上抱著那個玄天上帝 然後他們就沿著山路這樣子開 當你在遇到各種困難 你還願意讓你自己回歸到最原始 我記得那時候拍完那顆鏡頭 我就抱著他 我就覺得老師他把他的信仰 把他相信的事情擺在前面 然後讓我們去感受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自我療癒的方式 那碰巧我自己的方式是透過靜下心來 然後很虔誠地祈求他 陪伴你可以度過去 這個困頓的時刻 我們來看看